诶小薇 那个有没有见我的那个一 诶 这 这谁啊 她是我二姐 啊 二姐啊 你好 你好 听说最近就是你在照顾我妹妹吧 对啊 那你们又不管她 我不管她 你让她说 对不起啊 二姐 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 你从小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喜欢和我们说 这次要不是表姐告诉我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呢 诶 那个问一下 就是 外面的东西怎么好多不见了 诶 那个啊 我准备把她接到我们那里去住了 不住这里了 住在这里也不方便呀 接到我那里去 我可以请个保姆好好照顾她 哦 那挺好的 挺好的 那我终于可以解放了吧 挺好的 挺好的 二姐 你钱不去了吗 来 王月 等一下 这个钱你拿着 不 够钱干嘛呀 这段时间谢谢你照顾我妹妹了 哎呀 那这不是应该的嘛 再说你们也给我发工资了 你拿回去 我都听她说了 你这段时间是义务照顾她的 她后来才给你钱的 对吧 呃 但没事 你这拿着吧 我真不用 啊 你就拿着吧 要不是你啊 我妹妹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了 谢谢啊 给 那个队长经纪的拿着 你留着吧 嘖 我留着干嘛呀 到时候你看到她还能回忆起我再快乐时期 咱俩咱俩在一块待多久呢 有啥个回忆呢 啊 王月啊 我们住在一起这么久 你难道一点快乐的回忆都没有吗 快乐的回忆肯定有啊 真的啊 是什么时候啊 嘖 就是你给我发工资的时候啊 垂死你啊 小维 还有什么要收拾的吗 感觉没什么要收拾的了 这些我都不想要了 为什么不要啊 因为不想再回忆起这里都有些人了 那我们走吧 相信我 闭上眼就能到达